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那这节课咱们继续学习 P而P字符串处理的函数 那这节课咱们学习一下 字符串的格式化函数 什么是格式化函数 就是调整一下字符串的格式的问题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有这么几个 都比较简单 咱们做的实验就可以了 在后面项目中用到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陌生就行 所有的字符串函数都没有太难的 都是变换字符串使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边 看一下 第一个是干嘛呢 翻转字符串的对不对 有的时候他需要把字符串 比如ABC变成CBE给翻过来 很简单的一个 比如说 我们生命一个字符串 STR 假如说我是一个育名 3w.lamp browser 这样那一句 对吧 然后我们正常输入这个字符串 是这样的 echo STR 就是这个育名 对吧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echo STR 什么 REV 翻转后的字符串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所以呢 比较容易使用内部端 对 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原来是这个 翻转后之后就变成这个了 你从后边往前读 就是正常的域面 对吧 那假如说 无中这个函数 自己会不会写翻转呢 可以吧 计算字符串的长度 对吧 然后循环从后 往前 你给取个字符串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有 取字符串 每个字符的这个功能 就能做到这一点 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 来 保存一下 这个咱们直接用函数名保存了 STR REV 这是一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第二个 这个是咱们经常学的一个函数 对吧 统计字符串的长度 是这样的吧 包括控格 也在字符串中算一位 这个咱们经常用 我就给大家做实验了 再看下一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数字格式化 也把它定位到字符串这里边来 也就是调整数字的格式的 因为数字能用字符串还是处理的 也可以把它当成字符串 对不对 那数字格式都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这里边写着 高的符一个int也是一个租策吧 等于1234567890 这是一个数字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格式化完之后 它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参数有哪些 如果你看这个看得不太清楚的话 怎么说手册里边这个够清楚吧 对不对 我们在这搜索搜索一下 NUMBR数字格式 这个吧 看一下这里边 有两种参数 一种是直接指定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数字 对吧 其他参数是不是都是默认的 那我们看一下 只穿一个数字 它是什么样的呢 直接用NUMBR下滑线 空 面 里边 传递这个STR 我们先打印一下圆形 STR.R 换一下 这是圆形 对不对 然后这会我们输出 用这个处理后的 那大家知道 默认这一个参数 处理完之后是什么样的 我们加个换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看一下什么意思 123456789 0 对不对 是不是用逗号隔开了 那这样的话 每几位一隔开 它不是从前往后数的 是从后往前 每三位一隔开 对不对 这叫千分制 就怎么 对 三个是不是签的一个金质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看数字的话 比如说你看上面 很难看出十位数字来 对不对 我写的有规律 大家有可能看不出来 如果看下边 是不是就更清楚一些 对吧 但是对于我们什么 小数来说 比如说 这块 点123456 我们这样的格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 那千分制是不是只用了前面那些 对吧 对 后边的是不是省略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就在一个参数吗 不是 那后边如果我写个 二 什么意思 两个一分 不是两个一分 是什么呢 是保留两位小数 默认这些福点书 没保留小数 这是默认保留两位小数 那这种格式 你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咱们想要的 中国的一些数字的格式 千分制 后边小时候就要保留两位 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这个千分制 有的 因为咱们也有做国际化的程序 国际化的程序就指各个国家 因为它有几个是不同意的 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一些不同意的地方 都有哪些呢 做国际化的程序的时候 有几个一定要注意 一个就是数字格式 第二个就是时间格式 第三个就是金钱格式 这几种格式 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 听懂吧 所以要想做国际化的 就针对那个国家本地化的一些程序 去做国际化的程序 那中国的问题格式 有可能这样 对不对 那假如千分制 我想用单眼号怎么办呢 怎么改呢 在这个位置上 用单眼号 你看一下 它是小出点的 还是单眼号呢 看到吗 出错了对不对 嗯 什么 对 那看一下 我们如果用这个格式呢 看到了吗 对 如果写上这个 是不是四个都能写上了 不能省略 对不对 所以它告诉我少了一个参数 对不对 那我这话 如果用了点 这话用逗号 你看一下 是不是千分之用点 对吧 然后小出点用了逗号了 那就知道这两个 是什么格式了吧 这话是小出点用什么表示 对不对 所以正常的咱们这一位置应该有小出点来 千分之用逗号 默认不写这两个的话 是不是也是这两个值 嗯 来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当然了 我们这值你可以改成其他你想要的值 但是必须跟哪个国家的统一 对不对 嗯 你看用几号格开 对吧 这就是数字咱们处理格式 通常这个在哪去用呢 你看 通常我们这个 比如格式化数 货币数字时间等等 一般的使用这个多 对吧 一般的我们都格式化 货币和数字的时候用类的 嗯 一般的我们都用两个参数即可 就是头两个参数 对吧 当然我们这话 最好用这个逗号格开 用四个参数 和货币用两个参数是一样的 看到了 嗯 这就是我们这个数字格式 那重点 咱们得看一下 MD5加密的函数 对吧 各个语言里边加密的函数有很多 嗯 如果写系的项目 一般都自己写加密的函数 对吧 做外部的程序呢 一般用名密码一定要加密 明白这意思吗 那说了 为什么要加密啊 安全 嗯 安全指的是 网站的安全 还是 给用户的安全呢 用户 对 因为用户有一个习惯 什么习惯呢 比如说咱们说有几方的问题啊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几十家网站 你都注册过用户 对吧 那一般的呢 咱们习惯是 为了怕记不住 各个网站都用相同的用户名 对吧 和相同的密码 有这个习惯吗 不然的话一个网站 你想的用户名想的密码 那我相信没几个能记住的 所以好多人都是在很多个网站上注册了很相同的用户 然后用同一个密码 对吧 那假如说我写的一个网站 我用户的密码 没有什么的 没有加密 对吧 然后你在我这注册一个之后写了用户和密码 我是不是就能看到你用户的密码了 有可能我用用户名和密码 就能登录到你的网银 对吧 把你的钱取走 对吧 所以用户一般不敢使用没有加密的网 没有加密的什么网站 对吧 就比如说前两年有一个泄漏门事件 对不对 那泄漏门事件就是典型的 比如像CID 那用户名密码怎么的都没有加密 对吧 没有加密 那么他的用户名所有密码都泄漏了 那泄漏的时候 当然你看到那几百万的用户名的时候 一看他的用户名就是QQ号 那密码肯定是QQ密码 所以我就试着几个 结果试着几个成功几个 用这个号码登录了他的QQ和密码登录进去了 对吧 所以如果没加密的很可怕 当时好多人都说 CID的网站我再不上了 为什么 他密码没加密 我不敢用我的密码去登录 对吧 所以大家应该想想一种办法 在各个网站怎么的 别注册相同的用户名 但是为了能记住 你最好找一定的规律 这招大家应该自己想 我这个规律就不告诉你了 这就是这个 再有的话 如果你没加密的话 就像泄露门事件 别人攻击到你的网站了 那你本网站的官员不去用用密码 那么攻击到你网站的黑客 会把你的用户的密码驱走 对吧 拿到用户密码会登录到别的网站 是不是 那这就是各网站登录的问题 当然了 还有像解决这样的问题 你看现在都有很多 就是第三方登录 比如说你用QQ的用户密码 能登录很多网站 对吧 这种的就相当于以后将来 如果所有的网站都达到这种技术 那么你只要在网络上 有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那你就可以登录到所有的平台 对吧 这样的话就不用说 有很多用户密码了 这不会更好一些 对吧 那这MD5就是用来加密用的 比如说我随便的一个网站 假如说我设置的是123456 对吧 我如果用这个加密MD5 当然MD5不光是咱们P2P里有 家伙里边西医院里边西家家里边 都有MD5 加密的算法是一样的 那得到的网站都是一样的 听懂吧 那比如说STR 我只要跟他们一输出这个 这个 看一下 这就是123456加密后的一个数字 对吧 那如果不是黑客的话 看这个的话 他是不知道这是123456 对不对啊 但是呢 还要奉励大家一句 什么呢 密码 密码没干嘛呀 别设置太简单 如果太简单的话 像这123456 对于黑客来说 看这个和看123456是一样的 对吧 他一看这个由10开头 由83一开始肯定是123456啊 所以设置密码一定不要太简单 太简单 黑客直接看这个也能看得出来 另外有一些破解机 知道啊 有一些破解的一些机器人 也是一段程序 对不对啊 那他会匹配的话 很容易匹配出来 所以设置密码呢 一定要记住有几点 第一点 长度一定要在一定范围内 对吧 比如说 扣容在十几个的长度 然后必须有数字字母 和特数字符的混合 这样的话 一些快的机器运算 像破解的话 用那些破解机器去破解的话 也得几天的时间 才能破解出来 对吧 如果太简单的话 有可能是几秒就破解出来了 听懂吧 所以呢 密码一定要做好这些 那MD5这个加密的按不安全呢 还算是很安全的 对吧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把这个密码给破解掉 但是现在有一种办法 可以 怎么的 可以把MD5的密码给破解 什么的 他有一个强大的库文件 就是把常用的用户密码 形成一个数据库 加密后的 像这种存到数据库里边去 对吧 然后用这种的东西去到你的库里边去试 对不对 所以跟他密码库里边匹配上了 就知道你用的什么密码了 对吧 所以说咱们在用MD5的时候 MD5的时候 如果只用一层的话 他用那个破解库就容易把它破解出来 那怎么办呢 所以咱们在用的时候 最好是你随便加几个字符 比如说加一个 LAMP BLTHER LAMP BROTHER 对吧 然后外层再加一个MD5 看到了吗 这就是在一层MD5上 再加一个 随便的一个字符串 再一层MD5 这样的话破解库 他不知道你这个写的什么字符 对不对 那他的破解库 对于一层的MD5是不是生效 对这个就不成效了 所以就能保证你的密码相对安全一些 所以大家在使用MD5 存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 那个密码最好用两层或者三层 对吧 在企业字符 这样的话 你看 又会加一层一个密码了 这就变成这个了 那这个谁能猜出 它是123456 是不是猜出来了 而一层的话 太容易 所以大家用MD5的时候 最好用两层以上的 然后随便起几个字符 当然最好别有公司的域名之类的 这样别人能猜得出来 对不对 自己都要起一个名称 连接上 当然也不要用随机数 因为用随机数的话 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了 就匹配不回来了 听懂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一些 跟什么字符串处理格式有关的 几个函数 好吧 那这几个就要降到这里 在这课咱们再介绍几个字符串处理函数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咱们就这样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